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燕 全球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攀升 我国已启动秋冬防疫专案 强化边境检疫措施 如果您需入境我国或由我国转机 请准备登机前3日内的Communite Team核酸检验报告 提醒您检验报告内容需包含 1.登机者护照姓名 2.出生年月日或护照号码 3.裁检日及报告日 4.疾病名称与检验方法 5.检验结果 入境后也提醒您配合居家检疫规范 留在家中或检疫地点不要随意外出 感谢您配合防疫措施 共同守护您我的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基隆市第三届美丽基隆影像创作比赛 结果出炉了 以隧道方式拍出基隆中原记新意的神影之律 从66件作品中脱颖而出 拿下了手奖 市长期盼透过这些 从不同视角诠释基隆之美的优质影片 能让大家重新认识基隆 特殊传统即时性的民俗庆典拍摄方式 张伟传与团队赋予中原记新意 并以隧道巧妙串联出基隆城市异象 脱颖而出 拿下手奖 因为历经了大概五天四夜的行程 就是每天都要去拍 然后会发现后面就是 其实会发现蛮多不一样的地方 它里面在地的风俗文化 我觉得是很值得记录的 在后来剪辑过程中才知道 原来当下他拍的时候 跟剪辑的内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就是剪出来之后会发现 它是真的有一个人文特色 所以到后面开始有点把它当作人文 纪录片的方式在纪录这支影片 历经半年 由基隆市政府主办的 美丽基隆影像创作比赛 吸引了66部作品参赛 不论是摄影剪辑技巧 拍摄景点挑选及叙事方式 都相当精彩多元 让评审大伤脑筋 也直呼可看性相当高 第一个特色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有剧情的 这样的一个演出的部分 那第二个呢 它的特色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的语版出现 比如说有整支片子 都是台语版的 那也有全部都是法语版的 那也有全部是日语版的 展现出在地文化的部分 也就是说基隆文化的特色 这一次比往年 很非常非常着重在这一点 而且我们在评这些作品的时候 也非常惊艳说 这一次的作品里面 几乎都把在地的精神都放进去了 今年的亮点就是 整个参加BOM的作品 在整个技术随程都非常的杰出 就是无论在摄影 配乐剪接 或是在各个方面 我觉得整体的表现 我觉得技术非常的到位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 对基隆很熟悉的人 所以我每次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 我自己每一次都有一个 很惊艳我的一个新发现 我觉得就好像是发现一个 新的星球那种感觉非常有意思 参赛作品中 有采取全法语发音 以因应亲发战争的影片主题 甚至还有旅居台湾的日本人参加 对基隆丰富的日本文化遗迹 很感兴趣 那些技艺 我觉得最近 现在的日本人里面 我觉得渐渐的变少 基隆市长牛昌表示 透过影像创作争选 让参赛者以不同的角度 诠释基隆之美 也把不一样的基隆 呈现在国人面前 的确吸引更多人来基隆观光 其实城市的一个行销 或者是它的品牌的建立 不只是工部门的一个工作 那更重要的是 透过民众的眼睛 还有民众的一个视野跟角度 来诠释这个城市 那重新认识这个城市 最先进的技术 然后从最先进的角度 从最不同的角度 用艺术也好 用美感也好 怎么样把我们的城市 把我们的家乡 在他们的眼中 在新世代的方法 然后把它诠释出来 官销处方面表示 所有得奖作品 从即日起到1月8号 在基隆东岸广场三楼展出 并且在基隆有线电视 公用频道第三频道 轮流播出 还将上传魅力基隆 YouTube频道 让更多民众深入认识 看见基隆之美 魅力基隆 今天创作比赛 完美 记者张旗腾 基隆报道 远景骑车追捕嫌犯 这几年意外频传 警政署下令 各县市的警察局 针对新进的远景 都要进行防御性的驾驶训练 基隆市警局 针对了54位警大警专生 刚毕业新进的远景 进行了驾驶般的特训 希望远景先自保 才能完成任务 身体一样跟着摆的时候 车身自然会跟着带动 然后路弯的时候 三角队在这里 拉离三角队稍微有点距离 空旷的场地上 教官耐心教导起车要领 一旁远景 全都是新进远景 大家全神关注 不敢松懈 口头讲解要领 接着教官亲自示范 同仁们怎么过弯 警察都有练楼道 楼道本身它有护身倒法 如果这个动作有练习惯的话 通常自己在摔车的时候 就可以去做一些护身倒法 不管是前回转或是后回转 这个都是可以保护驾驶 摔车 接下来换轮到学员们上场 验收成果 只见50多位心境远景 排成一条长直线 陆续进行S弯道过弯测验 就平常在路上比较不会注重这些 因为这个急玩小玩 比较少遇到 那你们会不会担心说 在执行的时候会有一些意外 担心难免会 可是就是也是要保障 自身安全以及对方的安全 看似驾驯班训练 其实这是基隆市警察局 针对心境远景 进行预防性的驾驶训练 主要是因为近期远景执行 骑车意外评传 警政署下令 刚毕业的警大 警钻心境远景 都要通过骑车技能训练 这个警政署在我们10月的时候 已经通令全国 一般的交通违规 原则上我们是不追车的 除非有重大的逃犯 脏车或者是其他 要抓捕一些 比较重要要犯的时候 才有追车的必要 所以我们今天是跟我们的同仁 教导是类似安全尾随的观念 没有必要 我们是不会去追骑车辆的 一般远景毕业前 都有取得驾照 这是预防性驾驶训练 希望透过实际的教学和演练 帮助第一线远景遇到状况时 先自我保护 才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 金融祥丰市场 有一间CP值超高的速食店 只要您不挑食 老板全都夹给你 夹到便当盒都快盖不起来 却只要铜板价50元 菜都有夹吗 对 都有夹 那有夹我就都给你 客人点餐 便当里 乳蛋 豆芽菜 杏鲍菇 装的满满的 每一道菜都不放过 夹好夹满 原本这个便当可能要上百元 但跌破眼镜的是 全部只要50元 我还没有吃过 那个便当这么多 饭量这么多 还这么便宜 养又好吃 对 而且老板娘很大方 不会限制说几样菜 你知道50块全部每样菜都会有 老板豪迈的挖起一堆紫米饭 被民众称为佛心素食便当 就长生在金融祥风市场 厨房内干干净净 每天都有五花八门菜色 只要您不挑食 老板娘通通夹给你 很健康 而且很卫生 我觉得它很会搭配菜 健康又卫生 这很便宜 而且CP值很高 物超所值 而且这边又很干净 四季豆搭配红萝卜 在锅子里拌炒 不过一会儿功夫 一道健康美味料理又完成了 老板娘每天早上四点 上安乐果菜市场批菜 省掉请人运送成本 我必须早上四五点 就到果菜市场去批菜 那我朋友在我去 批菜我们尽量去挑 我合理的价钱里面 我会自己 因为我有中餐比例症状 有去上卧客 所以知道大概的菜色要怎么配 佛心数十便当 今年三月才开幕 但佛心的价格 薄利多销 也让上门的民众 吃得开心又健康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由于海洋广场正在施工 110年基隆市元旦升旗典礼 将改道由彩虹跑道 成为打卡热点的成功国小来举行 邀请大家元旦当天 一起到台湾头看日出迎新年 迎接2021 基隆市110年元旦升旗活动 将改道以彩虹跑道成为 基隆市打卡热点的成功国小操场举办 建议因为海洋广场在施工 所以我们把地点调整到 成功国小的操场来举行 也在这边 诚挚地邀请各位市民朋友 在元旦的清晨 能够一同到成功国小 来用欢喜的心情 来进行升旗的活动 迎接新的一年 最重要2020年 其实是大家还蛮辛苦的 因为疫情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想我们就用一个欢喜的心情 来这个送走2020年 来迎接2021年 有一个崭新的一个起点 每年元旦升旗总会 造成索取热潮的纪念品部分 配合2020最夯的防疫商品 将发送由戴天工独家赞助的设计款口罩 一包三款分别是日出彩虹款 元气活力款及波比平安款 限量4500分 因为我们林初委 跟市长很少 他很认同市长的市政作为 所以一口就答应了 当这个协办单位 整个口罩它是143款 所以除了这个 我刚刚这个叫日出彩虹款之外 那接下来我请我Model来示范一下 我们还有元气活力款 元气活力款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波比平安款 保佑平安款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143款 我相信我们的市民朋友 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喜欢 不但使用 而且也会非常非常有纪念价值 还有我们基隆在地的一个特色 活动当天还有 大甘领戴天工太古及原住民传统乐舞演出 以及由四季狮子会 木兰狮子会及凤行狮子会 准备的各式热食 公车处也将加开各区的元旦升旗专车来回接送 社会处方面也提醒参加民众做好防疫措施 开心迎接2021的到来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你有尝过分子料理吗 金国学院餐饮厨艺系学生 在经营食物课程上 以中西合并的方式 展现基隆在地食材的美味 真正各领域都有亮眼冠军落袋 广东泡菜卷 幼香炙烧牛 凉粉卷鲜酥 一次排开依序品尝 开启顾客味蕾 以中餐餐点搭配西式摆盘的 还有这菌菇爆鸡汤 以口感层次丰富的蒸蛋为基底 香菇鸡汤汤头在上 不只暖胃更能感受多元的好滋味 而展现基隆在地海鲜鲜甜 还有这道橙香小卷沙拉 搭配新鲜柳橙和紫酥 所调配出来的酱汁 让海鲜的好滋味大跳跃 我们是用小卷 现在是盛产的小卷 那我们是用一点七味粉 跟一点盐跟糖去做腌制 腌制之后去用烤 烤了大概全熟 然后它是会带一点嫩跟一点水分的 我们第一个主菜是肉类 是鸭腿跟脆皮猪 鸭腿是用中式的卤的鸭腿做法 但是我们是用西式的油风去做 所以它的会非常的嫩 但是它有中式的酱油香跟药材香 那脆皮猪的部分 我们正是把皮去掉 留油脂 那让油脂去烤出它脆脆的感觉 那也不会过硬 所以做一个口味上搭配 那我们配的主食 淀粉配的是米糕 米糕是酱香米糕 用少许的香菇跟虾米去 跟酱油去做 那它的味道就是淡淡的香菇香 跟酱香 香气 那有一点酸甜的口味 那让客人的话在吃完煮菜之后 可以有一个非常爽口的 最后一个最完美的结尾 烤焦焦 那我们这次的餐会 每个人在这餐会之前 都有去一年的实习 那我们将这一年实习 所学的技能 都可以整合结起来 这场成果发表会集结了各路好手 同学们在四年学习中 征战各大赛都抱金而归 加上实习经验 而展现出来的成果 受到老师的肯定 今天的主厨还有甜点的部分呢 都是一些参加国外竞赛的选手 而且是非常优秀 那他们在餐点上面也展现了很 非常细致的手法 简单高贵大方 这就是我的定义 有新中国菜 所以我看到我们现在的厨艺区的学生 他往这个方向走 我心里很安慰 好的产品 还要有好的行销策略 与销售管道 透过这趟餐厅经营食物课程 让孩子在经营中与社会成功接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2020晨曦生活节开跑了 响应北台湾重要的祭典 蒙甲青山王祭 将信仰与生活融入 并结合朝明生猛力 以展览 讲座 工作风 与导览 电影放映的形式 展现问华多彩多姿的面貌 在这个地方 我们因聚落而有了信仰 因聚落又有了生活的文化的厚度 我们晨曦生活节就是这样子 挖出一点又又一点的文化脉络 成熙生活节 以万华生活为主轴 融合在地生活 信仰传统 生活景况 产业等 透过周边龙山寺 青山宫 天后宫 等影像及文物 记录繁盛的信仰文化 也介绍百年首益 积累着常名的生活能量 其實這一次的晨曦生活节 面向很多 我们除了有千变万华特展之外 我们也有像是导览走读 电影 讲座 工作坊等等 那在这一次的千变万华特展当中 其实我们以像何敬平安 庙城起驾 庙城参拜 信仰殿堂 这些部分 然后我们来去解构万华这边 非常有趣的公庙文化 对于人民的生活的息息相关的影响 所以在当中 我们有像台北天后宫 蒙甲龙三寺 蒙甲青山宫 蒙甲的清水祖师庙 还有蒙甲的金门馆 還有金附新社這些廟宇 來跟我們合作 將他們的展物放在這當中 然後另外 其實在信仰的 一個像是生活產業的部分 我們也有像老名玉香鋪 龍山佛具 南新秀莊 還有像是龍山地下街的命理 命理的廖老師這邊 也都幫我們來做生活的影響面向 做了一些闡述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多來玩 多來看我們的晨曦生活節 走進薄皮寮的展覽廳 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招牌林立 展現萬華街頭的繁榮樣貌 並透過百年佛具店 香腹店 袖裝 命理街的元素 讓民眾了解千變萬華的萬華 我們蒙甲地區所要呈現的就是 一般百姓的生活 這裡是最接地氣 這裡是見證整個兩三百人來台灣的 生活的環境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些美食 我們這些商圈等等都這麼重要 因為包括蒙甲夜市 還有華西街夜市 現在變成觀光夜市的 這些都是我們的長民文化 在這邊有小吃 有最具有特色的當地的特產等等 所以總而言之就是說 當我們推出晨曦生活節 它要呈現的是歷史風華 它要呈現的是宮廟文化 也要呈現長民的生活 展廳也有互動遊戲 教您如何到宮廟 拜拜 抽籤等 詳細又有趣的教學 讓老一輩的人懷念過往 也帶領年輕一輩更認識傳統習俗 還有一個衛星展間 衛星展間我特別謝謝林守珠老師 守珠老師帶著他的學員 做出了我們萬華的 波皮尧街區的歷史的復古風貌 129131的展間 我們是以廟城參拜這個為主 因為我們想要教大家怎麼樣可以來學會 怎麼拜拜 拜拜到底 拜拜之前你要準備什麼 拜拜的時候 每一個擲筊 每一個筊呈現的方法是什麼 所以我們有一個叫做 拜拜起手式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來教大家你一步一步學拜拜 然後另外還有我們這一次 晨曦生活節的相關的一些周邊的活動的 集張活動啊 還有像是我們的這個晨曦生活節的 我們的一些特殊的IP 也都放在那邊 大家可以去那邊體驗 然後甚至一起玩一玩 除了以文字影像和展品幾如萬華 晨曦生活節也透過聯譜彩繪工作方 街區導讀電影放映等主題 描繪社會草根人物的故事與民俗 其實波皮尧本身呢就有一個視聽室呢 我們其實在每年每個月都固定的 有波波看電影這個環節 那這一次晨曦生活節呢 我們又擴大舉辦了這個電影的面向 所以我們其實這一次是在波皮尿的戶外廣場 會有舉辦放電影的部分 我們一共有四部電影啊 像公民在場上 大成歌仔 鐘仔還有愛的麵包魂四部電影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來這邊觀賞 台北市副市長蔡秉坤也表示 從青山宮廟宇集點 萬華區域會有一連串的活動 為期到明年三月的燈節 盼能吸引各縣市市民前來觀光消費強化國旅 其實心中的悶 所以都會往廟拜拜 就是說你要去看 看協能的人 來學他的行為 記者温云郡台北報導 漂亮的色彩 在頭上字意閃亮 讓人變得更有自信 但是藍髮劑不當使用 會引發問題哦 台美市衛生局查獲了五件不合格的產品 呼籲民眾要記住這些購買小蜜 艾美是女人天性 秀髮染燙可以改變樣貌增加自信 但染髮與燙髮傷害髮質與頭皮的事件層出不窮 台北市衛生局就抽驗十一件產品 結果有五件不符合規定 這一次針對於擦禍的一個商品裡面 那親密女人的冷燙液 還有就是髮織魚的冷燙液 還有JCKA的負離子燙髮系列 冷燙液一般這三個產品 那它最主要的話 事實上它是 它是屬於特殊用途化妝品 那它其中的成分 低於就是它當初 跟衛服部申請的一個準用的一個含量 所以等於說它成分的那個比例 不到它的申請的含量 所以還有外包裝標示不符的狀況 包括可能在品名或者是注意事項的部分 它跟當初核准的不一致 或者是未標示用途名稱 那另外一個是 帕菲雕油高級護法冷燙液的這個部分的話 它是外包裝的一個標示跟原核准很不符 那第五個的話就是 扣低資金的玉米冷燙液的部分的話 它事實上一樣是 特殊用途化妝品的成分 含量低於它原核准的一個含量的部分 所以在五件的產品上都是屬於違規的 那其實像這種抗染法的一個產品化妝品來講 在衛福部來認定來講都算是特定用途化妝品 也就是說它依法必須事先申請許可證 才能製造跟輸入 那等於說它的相關在市面上流通的一個產品 它必須符合它當初申請的事項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它的特定用途的一個成分的含量 所以其實發現這次檢驗的時候 有三件是含量不到它當時寫的那個濃度 衛生局也分享化妝品選購小秘訣 不輕信誇大療效宣稱 要購買來源清楚的產品 任命完整中文標示 也可以上衛福部食藥署管理署網站 查詢產品資料 多一分保障聰明消費 記者問俊台北報導 人生總有慾望 然而如果那份慾望表現出來會是什麼樣子呢? 藝術家鄭農軒的作品 古典敘事和無題聖人系列透過劇場模式來敘事 在畫布上創造詭譎的視覺氣氛 溢出出直視人心的戲碼被層層挖開 利用魔靈兩可的扭曲線條表述形體間的拉扯與牽連 在時空輪迴中被執念糾纏的古代騎士化作幻影 不停地在追逐行中渴望 遼亂的披風吞噬著自我 藝術家鄭農軒透過作品表達歧視追逐欲望的樣貌令人省思 他的故事的藍本是來自於柏傑秋 他寫過了一本書的名稱叫做《十日談》 有一個歧視吧 然後他因為很喜歡的一個女生 但是他得不到那個女生 於是他就抑鬱而終 然後最後受困在一個森林裡面 然後不停地 每天不停地輪迴在追逐那個女生這樣子 然後那我就把它畫成 這畫面裡面其實有看到有三個人 但其實三個人都是同一個那個騎士 我把它想做說 因為他被不停地困在那個森林的時空輪迴之中 然後每天重複 所以我就把它畫成他們三個其實同時都是同一個人 然後擠在同一個時空裡面重疊在一起 因為我這次畫的作品很多都有一種劇場感 就好像是看畫的人你是在看一齣舞台劇一樣 傳說在藝術家鄭農軒編織的華幻舞台劇 每幅都有奇特有荒誕的故事 卻又照應現實生活中的寫實 鄭農軒希望透過抽象與故事描繪間 引領觀賞者開啟各種想像 再對應人生有所體悟 記者温宇郡台北報導 接下來是生活資訊提供給你參考 字幕提供給你參考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鬆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需要的家事 看見你們的 請…